探龙 精彩继续 探龙 第321章 要知道就在刚才 赫连飞鱼还一口一个点到为止 可他们赫连家第一个上来就失意毒手 在刚才那种情况之下 他完全可以收住三分力 大和尚已经到擂台边缘 一拳将大和尚震下去就可以了 可赫连猛却偏偏加大力量 不但将大和尚打下擂台 还直接震断大和尚的胳膊 这和赫连飞鱼所提倡的点到为止 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对众人无疑是杀鸡儆猴 等于明着告诉大家 别跟赫连家人叫劲 不然的话花和尚就是你们的下场 一时之间群雄竞技无声 赫连家那边则纷纷鼓掌喝彩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时候赫连飞鱼却扬声叫道 第一场赫连猛声 请下去等候 第二场开始 话刚落音 博士公一闪身就冲了出去 羊子一把没拉住 博士公已经跳上擂台 冲另外一边 一个四十多岁家伙一尺就喊道 秦郎 当初你在积公山下差点被人打死 是老子救的你 并且带你败入恩师门下 可你人面受心 竟然利用民谣 迷奸妇女还嫁祸于我 害得我被逐出失门 二十年来 我四处寻你不得 你今天终于露面了 今日借此擂台 我要与你决一死战 你若不敢上台 从此之后 见到爷爷就立即跪下磕头 不然的话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老子也必定 斩你狗头 他这一喊 羊子就是一皱眉 平时博士公 总是一副醉咪咪的样子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脾气 可今天却忽然火药桶就炸了 直接发起飙来 要知道之前 赫连飞鱼可是说过的 这个擂台上不许寻仇 虽然他说点到为止 但赫连某也是他赫连家的人 难保赫连飞鱼 不会两种对待 万一要是他出手 对付博士公怎么办 自己一盘计划 可就全部乱了 果然博士公这么一喊 赫连飞鱼就面色一沉 说 你是谁 当我刚才所说的规则 当耳旁风吧 要不要我再讲一遍 博士公则目中金光四射 豪气甘云 哈哈大笑道 鬼子 刚才赫连猛大伤花和尚 讲鬼子了吗 你该不会看不出 赫连猛是故意的吧 别说名列你们赫连家 十大高手的赫连猛了 我在那种情况之下 都能将大和尚打下去 而不伤他 总不能因为这六门共主大会 是你们赫连家召开的 有两种标准吧 若是如此 咱们不参加也罢 就你们赫连家自己玩 直接宣布赫连春水 就是六门共主好了 还费这么大劲折腾这些 干什么呀 赫连飞鱼立声说道 大胆 你敢 一句话还没说完 博士公已经抢过话筒 有什么敢不敢的 脑子烂名一条 无家无口 无钱无贯 大不了你找杀了我 也好让大家看清楚 究竟赫连家所谓的公平公正 是什么样的 赫连飞鱼目光一连 蹬地一下站起来 那掩铁山喊道 老东西 你算个老鸡 当着六门众人的面 其中你嚣张 带我来收拾你 话音刚落 李怀峰忽然站了起来 扬声说道 我觉得博士公说得对 既然要公平公正 就不能只针对我们这些外人 既然赫连盟能破坏规则在前 为什么我们就不行 若是刻意打压 李怀峰立即带着李家人 退出六门共主大会 也不会承认这种大会 选出的六门共主 李怀峰一出声 铁头驼也立即喊道 就是 赫连家破坏规则在前 哪里还有什么规则可言 群雄之中也纷纷一起 大家刚才不敢说话 那是迫于赫连家的淫威 现在有李家主事人带头 要知道李家可是两百多人在场 他们有了仪仗自然不怕了 当下纷纷叫了起来 指责赫连盟破坏规则在前 赫连飞鱼万万没有想到 会到这副局面 他之前将自己三兄弟 直接按在评审席上 就是想利用规则 给别人制造不便 一开始也确实达到效果了 群雄虽然心中不满 却没敢出声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六门气图 却有这般的胆量和气魄 当着六门群雄的面 挑战自己的权威 偏偏他现在还骑虎难下 如果非要坚持按自己的规矩办事 李家肯定走人 铁头驼搞不好也会离开 接下来就会有更多六门中人离开 那就真成了赫连家的独角戏了 就算赫连春水成了六门贡主 他家也不会承认的 杨子抬头看了李怀峰一眼 却发现李怀峰却正在看着自己 两人目光一碰 李怀峰就淡然一笑 对杨子一点头 杨子一愣 他也没想到 李怀峰会主动对自己示好 随即有明白过来 心中顿时一惊 这李怀峰当真是好手段呢 他首先分析出大家的势力 赫连家占东道主之力 势力肯定是最大的 就好比三国时期的曹魏 而他李家则也有两百多人 势力虽然比不上赫连家 却远比其他势力要强大得多 好比三国孙武 而自己这边人数虽然不多 却各个精悍 团结一气 而且自己还是杨其修的孙子 身怀六门信武 就好比三国流鼠 其他的势力则是一些战胜为王的流寇 不足为患 所以他是想拉拢自己 联合自己和赫连家对抗 而且他这么一替博士公说话 他知道博士公是杨子这边的人 别的散人不一定知道啊 只当他是为散人撑腰的 立即就会获得大批散人的倾向 无形之中就收卖了人心 当真是一箭双雕 这时候擂台上博士公却忽然喊了一嗓子 你们也不要以为我博士公好欺负 赫连家势力虽大 我们也没再怕的 赫连春水虽然是一时俊杰 咱们的少主杨子也是人中龙凤 何况杨子是老门主杨其修的孙子 身上还有六门信武 是名义上的六门公主 你们赫连家若真是太偏心 我们也一样一足了之 没有了六门信武 还办什么六门公主大会 杨子一听 立即看了一眼 马大嘴 您刚长篇悬疑小说探龙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